提到碳中和碳達峰 就是剛才講到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但見到上星期五特別是風電股 其實都有一個急著急的下跌 其實你年初到年中 即今年 2021年都是看好這個板塊的 其實去到這個時間點 有一些回吐的時候 你覺得如果明年繼續看好 是否一個好的時機去吸納呢 這些位置完全沒有貨在身 是應該要吸納的 但是你說始終它今年升了很多上升 我們說看法和今年幾乎差不多 但是那個潛在的升幅 的確是未必有2021年升那麼多 你說這些新農業官 譬如我們經常看到 四隻發電的農園 大唐新農園 新天綠色農園和181 今年累積的升幅是一倍多 甚至有些兩倍以上 講估什麼料 什麼狀況大家清楚 所以你說 再要突然間這些位置 要升一倍農園電力 看到三十多元 我們覺得很難 但是如果這些位置做部署 你掌握大約兩至三成的升幅左右 有機會做到 其實你說的是我們2021年 看到的那些因素 有些都未完全對應 譬如碳交易 暫時都未在業績上看到 那些碳交易有很大的幫助 但老實這樣說 應該是不大的 這是長遠的整體目標 所以短線來說 再追回這些股份上 我覺得問題是不大的 純粹上星期五發生什麼事 大家很害怕的CPI 其實你看回整個2021年來講 每次美國將會出一些 飛龍、CPI 跟聯儲局加息有關的相關經濟數據 一定會先害怕的 這就是弱勢的最主要原因 但是 如果今天看到的孤狹不是持續的話 其實都是一些吸納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 普遍來說還是up training 最噁心的就是大頭身動魚 就吐了很多聲幅出來 如果你在畫上星軌上面 它收到三元這些位置 又可能是比較好的吸納司機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是安全的 我們建議買龍原 龍原始終是最穩困的 但星軌上來 直播率當然一定是不吸引 如果大頭身動魚 這些位置買 不然是兩個漆來做紫舌 我覺得OK的 分兩柱去買 這些位置不用分那麼多 分兩柱去買 應該都算是安全的 即現水平 或者真的有一個下跌的時候 你覺得都是一個好的時機 這個水平先拿著 然後再回那段時間 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負面 就像上星期五 那樣的 那樣的水平 那樣的安全 另外一柱就是兩手準備 可以向下級 或者當它真的見底升上去 你就會迫著要高聚 你還是知道 這裡會要發 多少錢 好可怕 好可怕 你的頭贊 就不用再次